我本来想去跟东华的学生 大家来面对面沟通 现在学校两派学生在那边争执 如果说我去造成学校两派学生激烈的冲突 这不是我的本意 东华大学这里传出说是 原定是有邀请你去参加这个庆典座谈 但是因为好像有行政部中立相关的一些争议 然后之后这个座谈就取消了 对啊 本来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是一件美事 就没想到一波多则 东华是这样 就是说我本来想去跟东华的学生 大家来面对面沟通 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他们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听听我的看法 特别是反对的学生 我特别希望他们来 那就会现在学校两派学生在那边争执 一派学生邀请我 另外一派学生会的学生就极力反对 而且强烈的反对 如果说我去造成学校两派学生激烈的冲突 这不是我的本意了 第二个呢 不准进学校 那不准学校在外面办 我听说他们找了一个公庙前面 那如果找公庙前面的话 那个空旷的地方 当地警方的危安就很麻烦 那会增加当地警方很多的负担 造成学生又对立 造成警方又那么这个负担又那么重 所以就说不是因为有行程忙 行程再忙都应该去 那我就想说算了 内部的这个民调好像已经追到在 洪康跟这个赖销差距只有0.2% 两者差距是差不多的 朱立伦就跟我讲说 他也跟侯友宜兄讲过了 说因为国民党每天都在做 昨天已经差不多就是你刚刚讲的 0.2%啊 等等少于1%啊 这样啊 而且年轻票20到29岁 我们跟赖销德已经拉平了 我说啊 怎么可能 不是年轻票这个我们比较低吗 他说昨天的最新的民调出来拉平了 不过他后面讲说 虽然拉平了也都很低 因为柯文哲独占奥头 柯文哲力可能就是50%你知道 所以你看他50%我们再怎么分 一定都是20啊左右嘛 所以但是至少以前我们第三嘛 现在已经拉平 一样 我觉得这是好消息了